Hello,Hello,Hello,大家好 嗯 我看一下 哈哈 這條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下午好 OK,好的 然後我看一下 小紅連線 好 這個要怎麼 嗯 好,我們就是一個等 好了 下午好 大家下午好 我的小夥伴們在哪裡 快點邀請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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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夥伴呢 嗯 等大家 我們先聊會兒 他們 我看一下 沒有人 沒有人邀請我 啊 人呢 聲音很小 這樣是不是好 啊 啊 我怎麼看到有人說六點開始 不是吧 不是五點嗎 哎 人呢 是吧 是五點吧 對吧 對吧 他們怎麼遲到了呀 嗯 嗯 遲到的又成了 你們一會跟他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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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哎 沒有人 哦 你們說小猴來了是嗎 快邀請我快 威兒在哪裡 沒有啊 沒有啊 我要請她 啊 我要請她 他們剛才說是六點 我想說啊六點嗎 那我是不是太早 我說怎麼一個人都沒有 趁他們放飯過來的 啊 嗯 嗯 還有誰還有誰到了 還有應該都到了吧 我現在也邀請啊 嗯 嗯 你這個樣子好好笑 真的是個什麼樣子啊 我看一下 什么 你刚刚那个样子 我刚刚什么 怎么了 OK 陈兴雨老师 然后 哦对 龙哥是吧 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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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师 原谅一下我 啊 咋说 嗨 我的直播间都在说 老龙迟到了 还没有拉我 来 给各位先倒一下 没事 没事 你的发型跟这个老龙好像啊 对对对 我还特意换了一个 特意换了一个那个 特意换了一个黑色衣服 跟跟阿龙有点像的衣服 来 罗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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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要忙了呀 走老地走老地 他们他们上了吗 OK 搞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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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哎呦人好多呀 哎呦好热闹啊 你们见吗 哎呦哈喽 来吧 急了来吧 哎呦好多呀 来吧 来吧来吧 陈欣语怎么全装啊 什么 我刚刚今天在拍摄啊 好不好看啊 你怎么弄这么精致啊 好不好看啊 就显得我们其他人很没有诚意 对 小猴是因为在拍戏 你在拍戏吗 我在拍戏 我在拍摄 我在拍摄了今天 所以 特别迟了个道 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迟了个道 没事 就是你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 哈 来 那我们开始吧 开始吧 然后我们先那个又又是我主持 哎怎么又是我 怎么又是你了 怎么又是我 真的好讨厌 我们先跟大家 打声招呼吧 来迟到的那位先打招呼 然后自拔三杯 Go 啊 OKOK 哈喽大家好 我是那个饰演龙主 呃 天耀的红明浩 然后我自拔三杯 你刚才是不是差点讲错 因为因为现在人在剧组 差点讲错 哈哈哈哈 这种这种关键信息 是不可能说错的 你刚才说我饰演的是那个 呃 停留一下啊 来 眼妹 又叫我眼妹 眼妹 Go 大家好 叫眼 我是周也在护心中饰演艳灰 嗯 耶 OK 欣宇来 大家好 我是陈欣宇在护心中饰演贤歌 差点秃鲁嘴 哈哈哈哈 你要你要说我是全装的欣宇 我是全装的陈欣宇 OK 来 弟弟 Go Hello 大家好 我是周也在护心中饰演凤欣术 好 耶 OK OK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王以伦在护心里面试验白小杉 好 好 嘿 所以我们昨天已经更新到了36集了 嗯 我觉得我们先开始谈谈这个角色的成长 好不好 当然我觉得啊 阿龙这个可能会分比较多阶段 因为他有部分是天药的成长 然后现在又会变成一个奶龙对吧 对吧 对所以他要从他有两个成长阶段 一个是天药的成长 最后是奶龙的成长 然后还有当然接下来我们现在预告已经看到的 他最后恢复了记忆之后 那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那你先跟大家聊一下说 这个天药 他现在是在一个什么状态 从一开始的剧开始播到现在36集了 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 我觉得天药差分很多阶段吧 从一开始的有一些对周围人信任 一些自闭 然后自卑 然后逐渐被宴回所 然后找到自己属于人性 龙性的战良 跟责任的担当 对 然后再到他决定扛起所有人去救赎整个龙主 整个世界 对 然后再到他现在就回到一个重新回到宝宝的身份 然后要做的就是重新找回自己最初的记忆吧 包括对于爱 你王好卡呀 龙主好卡呀 龙主 龙主你好卡呀 可我感觉自己不卡呀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你讲完 大概能听 你讲完 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对于 对于奶龙来讲 就是他其实他的武力值 跟他的就是其他方面 我觉得其实他都是存在的 包括他的身体的部分 都是跟他都是原本的配置 但他现在需要找回的就是重新扛起 对于整个世界的责任 包括对于宴回的爱 需要他从重拾起来 你跟那些还没有看到三十六期的朋友们 小小剧透一下 说你现在的身体找到哪个阶段 应该其实就差龙心了 这样就差龙心了 对 因为他其实有一个冷知识 就是找到龙心 其实我就可以找回 我最初的那份记忆 对这是一个冷知识 这是热知识吗 好吧好吧 我给大家一个冷知识 就是其实在龙鼓里面 没有信号台 那边的网都不太好 所以导致龙主 现在跟我们直播剧有点卡 这个是冷知识 你说宴回 宴回从开始到现在 从一个比较无忧无虑 心比较大的一个女孩 到现在三十六期了 她也经历了很多非常重大的事情 你说她经历了什么成长 你是好好笑 是我长得好笑 还是我说话好笑 要一本正经的提问 是吧 咱别提问 咱就聊天 好啊 现在是成为了黑系之主嘛 然后我看 很多人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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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兴山也没有信号台是吧 也有点卡 你们 对 都好卡呀 陈兴山也没有信号台是吧 我看我自己也不卡 但我看小猴是卡的 就想 对 他卡在那儿了 龙鼓卡在这儿了 没事你讲完 对 然后到后来遇到了大家 然后遇到了天耀 然后我们找到了所爱之人和朋友 然后一起去成长 然后一起去拯救 拯救世界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变得 从原本就是心比较大 他现在变得比较能够 时刻关注到身边一些人 就是心态上面的变化 能够去体谅他人 对 因为一路走来也经历了非常非常的多 他不再像以前那么的 无忧无虑 只想着自己活命 他认识了更多的朋友 认识了爱人 之后他可能就会 想要就是对朋友 对爱人 也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并不是一个只想着自己 只要每天开心快乐 现在变成了一个比较大爱 比较有那种 大了 对 整个维度就拔钩了 还得是你 也没有 还得是你 我也 他把我们从文本上面的东西就升华了 精湛的演技 当妈妈了就很想知道肚子里到底是男是女 大家可以猜一下 嗯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找那个 什么 什么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找那个凤千树啊 就像他和文弹一样 直接把肚子挑开 那不行 我们是人 太败人了 我们是人 什么人呢 是男是女 现在揭晓 你叫什么人呢 他还在我自助理啦 他坏了 白小生 哥 真的是 那贤哥 他从这个中间不是有一段青秋 其实你们的戏份稍微来说比较少一点点 他从这个前面到后面 你有没有带给观众什么不一样的面貌 我觉得贤哥就是一个成长吧 一个完成任务 然后他贤哥这个人还挺饱满 你看他不管说从跟宴回的姐妹情 还是事业上面 他自己的那些妖僕 还有跟凤千树的爱情 其实都是怎么说到最后组建一个家庭 我觉得还是人物还是很饱满 然后也是很开心 当然他也是有成长的嘛 因为他从一个少女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然后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事业 然后也是有大爱的 然后再到他现在做妈妈了 就是这个心态上也是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的装扮啊 很多装束 包括演的时候那个感觉 其实都会有一点变化 就是不会再像之前一样 只顾着自己一个人 就是很勇的一个女孩子 就不能只顾自己一个人了 因为现在有三个人了 现在是变成一个三口之家了 从一变成了三 我觉得贤哥整个人当上妈妈之后就温柔下来了 就是从清秋之后 本来不温柔吗 对清秋之后 原本是因为她是一个比较事业型的那种女强 对比较有 你好专专业啊哥 你好专业啊 弟弟呢 弟弟从刚开始的凤千硕 最后的凤千硕 回来也是当爸了 怎么样 感觉蛮奇妙 我可以提问吗 是什么时候当爹了呢 什么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你们在清秋的时候 对然后 奉献手然后就很努力了 这个我非常想要问 你们清秋一整个过程都不在 请问你们那个时候在做什么 我就想知道 怎么就没有我们呢 怎么在在做什么 你们在搞钱啊 你们在搞钱突然搞出了个孩子 我不知道 这个对我们讨厌 很有羞羞脸的事情 不能播了 不能播了 回来就有一个孩子了 怎么回事 我觉得是千硕跟钱哥是在 因为千硕是一直在搞事业嘛 搞事业 他同时他也在搞爱情嘛 他是唯一一个 事业爱情双夫收的一个主 我觉得没有 我得反驳你一下 我觉得这个 这个奉天树啊 他到最后呢 没有怎么搞事业 反而是阿龙 给了他一大笔钱 就为了为了宴回嘛 给了他一大笔钱 投资你的这个 花围画报 对吧 所以其实他没有事业 所以我们可以判定 合理的推敲出在千秋这段时间 只有搞爱情 我老师来讲 他已经是个戏里最有钱的人了 所以他已经不需要再搞钱了 对 你已经是土 就不需要 不需要搞钱了 哎呀 其实我跟你说 这个阿龙是这个本剧最有钱的人 其实 毕竟毕竟活了这么久的时间 对他活了好久啊 你每一年就算宰了一百块 对吧 你后面也有好多 你活了这么长时间 是 所以他那场戏 所以天药那场戏把钱给我的时候 我说耶 这么多钱 有钱啊 那你抓到 请问你在那个袋子里 乾坤袋里面摸到白小生的感觉 一抓出来 什么感觉 其实 没有什么感觉 这你有点嫌弃是不是 有点嫌弃 把我拽出来了 没有什么感觉哥 我看网络上最恶毒的一个 评论是我的那个镜头 他们说 我家的狗打麻醉也是这个样子 就整个人就晕在那边了 OK 然后呢 我觉得大家呀 都是每一个角色 其实都有自己的成长嘛 因为他们在这个故事间 经历了不少事情 有一些是巨大的事情 有一些可能是小小的事情 但是 我觉得身为演员 最重要的就是 把这个角色的变化 跟成长曲线给体现给观众 这一点我觉得各位老师都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角色 在经历过他们的故事之后 每一个事件 带给他们的角色关系 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 我觉得成长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来开启我们今天这个直播 在下一个段落 我们要聊什么呢 我们要来聊聊 每一个人最喜欢的名场面 我看很多人都说听不到 听得到吗 听得到 能听到 听得到 现在能听到 刚才有点看 就是说我们互星里面的名场面 你自己最喜欢的一场戏 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一场戏 挺多都挺喜欢 我喜欢 因为我不知道最后戏出来什么样 其实我最喜欢大截局的那场戏 这里射闲剧透 那你可是就是选一场不剧透的吗 那就说最近播的吧 最近播的 最喜欢就是小猴龙宝宝出生的那几集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很可爱 而且小猴当时在现场 就是非常 到底你们在说什么 我掉线了 喂 要不你们 我们三个退出 你俩单聊 好吧 我们开自己的房间 我们三个开一个 我们让你们培养一下感情 你们得追上 那个贤哥跟凤千硕的角度 你们得搞爱情 就是 小猴出生那几场戏 其实特别有意思 因为当时换了那个装扮 然后其实反差感特别强 然后他在现场 就是装那种 baby时期 其实演的也非常生动 然后就特别的 装那种 特别的特爱 生动 我们就是最爆笑 我们能不能现在重现一下 那个我最有印象 就是你在讲这场戏 是那个镜头从背 一过来 吸着手指 小奶龙吸着手指 我没有给你现场重现一下 今天我没有 没有Q我有这个环节 我Q你的 我Q你的 你就 因为现在镜头不能动 你就让这个转过来 好吧 来一个 凭什么你让我做 因为我是主持人 他好专业 妈呀 你们哥太直了 我都同意 我做 同意 你们四个全部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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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什么 你们的卡的要死 我们同意 哥再还原一下 我们为了宣传 哥 加油吧 我不是刚刚还原了吗 我这拼老命了 哥 拼老命了 今天我就做 行吗 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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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宝宝吸手指 action 我们 我们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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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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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太可爱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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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可以 小河老师呢 小河老师做的最好的东西 是我 我在整部剧里面 最惊艳的一个地方 是 他在变成奶龙的那个状态 那眼睛完全不一样 那眼睛都是不同的size 你知道吗 嗯 那眼睛登了老圆老圆了 就是 对 变大了 嗯 啊 其实在这 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因为我的这个眼皮啊 它就有点 其实有点半内霜 就是一半 一半霜眼皮 一半内霜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 当我就是 就是稍微这样 这样说话的时候 其实眼睛是很圆的 但因为我的眼睛就很长 所以当我稍微 稍微就是眼睛聚焦的时候 其实会显得很细很长 所以就是可以切换一下 那个形态 那那我们能不能提出要求 就是你接下来 都用这个眼神来直播 龙宝宝的眼神 下次我当主持人 我玩死你 我告诉你 好来 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好的好的 好的 那你就接着说下去吧 那个阿龙 最喜欢哪一场呢 我最喜欢 其实我喜欢两场 我喜欢两场 就近期看到的 嗯 嗯 其实一个是 就是当幻名咒 真正触发的那一刻 嗯 其实那一场 其实我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嗯 对 包括 那一场令我特别感动的是 因为我们是分两段拍的嘛 呃 第一段是 我的那个灵魂 跑去 跑去 宴回被 被受刑罚的那个现场 嗯 去保护他的 因为那一刻 其实我只是一个灵魂 就是我没有办法 有太多 表达的空间 嗯 所以呢 那一场戏 我感动的更多是在于 我看到呃 宴回抱着我 他那种不希望我 嗯 为他 的状态 其实我在现场 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嗯 嗯 我只是一个魂魄 其实我没有办法 给太多回应 对 但是我看到他抱我 然后痛哭流 那个 那个 那个感觉 其实我特别 对 然后那场戏 也是先拍的 然后所以再回到河边 拍那场 我抱着他 然后我跟他说 多么想跟你一起过那种 呃 天上就是 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的时候 然后才有那么不甘心 那么舍不得的状态 其实也 前一场 看了 嗯 河老师在那个 在那个台子上 他的那个 那么 那么感动的表达 所以我才有下一番 呃 那么 那么出击生情的那样的表达吧 对 我觉得是双方情侣的一个 呃 嗯 一个状态吧 对 对 所以两个 所以两个人发挥的都都比较 我觉得就比较 比较没有保留的发挥那 那两场戏 对 所以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 真甜 你看我问他最喜欢哪一场戏 他还得带动到人家 朱老师演的特别好 感动了他 所以让他也演得很好 不是我 我觉得真甜 我直接一句真甜 嗯 不是 我觉得 倒不是甜了 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需要互相给予一些 两个人互相给予的这种 这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好 嗯 对 是 我觉得在 在角色上要发挥好 就是你肯定是要 双方都给予那种真情质感的东西 嗯 所以我也理解为什么你这么喜欢这场戏 那那个 弟弟呢 弟弟喜欢什么呢 哎不对 在这个之前我有一张戏 看一下啊 什么戏 之前你说你喜欢的是这场戏 但是我们来看看网友 还喜欢哪一场戏 什么还有 小奶龙复读机学人说话 喷火还被封调 这是其中一个 有没有想要延伸一下这个话题 这个是网友喜欢的 小奶龙复读机学人说话 喷火还被封调 公司人员在提 在提示了 他说 你不记得这场戏吗 我现在 给你唱一下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 听要说 雁慧是又亲又爱的 学了雁慧的 盖章文 这个是 你没事 你也不用延伸 你如果没想延伸 你不用延伸 我只是拿出来告诉大家说 这个也是网友看的时候 特别喜欢的场次 刚才也忘了讲那个 雁慧的 雁慧有一场志 婚书被毁 名垂青石墨散一地 然后拼婚书 那场 是大家很喜欢的 一个场景 那场戏特别的感人 对 我那场戏也很惊待 我说雁慧的脑子 可这么好用吗 之前没有发现 那场好聪明啊 就一个一个字 就这么拼出来 一整个婚书了 拼乐高长大 拼乐高长大 对 那时候我觉得还挺意外 就是那个雁慧的智商 完全不在线 雁慧的智商 什么时候不在线了 一直都在 你说什么时候最在线 你说 你自己说 我可不就你 全程在线 可以把这个主持人 踢出去吗 小侯 阿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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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在线 拜拜 你好 今天到来 拜拜 你好 王一伦 对 就是反正那个时候 我觉得是有点 有点惊艳到我了 因为平时我看 我不是说他平时 智商不在线 但是他平时看起来 是一个就是 无忧无虑嘛 比较精神大条的一个人 然后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是为什么 那个时候智商特别在线 我在这边可以讲一下 我觉得是因为爱 我觉得就是因为爱 那个是天药 对不对 把那个心 放到这个婚书里 而且何况 青秋根本没有这个规矩 他自己定下 新规矩 对吧 他想要开这个头 把所有的爱意 放到这本婚书里 然后我相信 这个宴慧 他是感受到 这个天药的心意 所以他那个时候 激起了 全剧的智商 一下子拼出来了 这个是我非常惊艳的 一个点 你哥太直乐了 那场戏让我觉得 特别感动的一点 就是他拼着拼着 刚说到最后的 最后那个喜乐千秋的时候 然后我直接闪现出来 然后 那个四目对视 我觉得那个 那个是 当时我看的 GP哥都起来了 对 我觉得那个 导演设计的那个 真的非常好 对 是投影 对对对 投影 投影 不能片出来了 是的 弟弟呢 弟弟有没有喜欢 什么自己的名场面 名场面 对 喜欢那个龙蛋 我也喜欢你摸龙蛋的场戏 龙蛋的场戏是吧 对 因为播 播结果 蛋壳碎了 好奇怪 但是我 但是我加速了 天要和晏慧的见面 对 就是总得有那么一个人 对不对 精进你 这么说 我感觉你是我爹 你别这么说 哈龙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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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自己的孩子 哥 别说 对的 对 那场我觉得 还体现了什么 就是这个 凤千硕这个人 从一开始 我觉得比较是 玩世不恭的一个人 最后 变得特别的细心 他还准备了两套服装 是吧 嗯 对 是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以为他出来 他是一个小baby 这个出来过后 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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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看 那个 洪老师 最近的那个 抖音 短视频 那个短视频 有看到啊 短视频 看了 大家忘记 刚才我说什么 你们有没有看到 洪老师那个短视频 我看到了 我没看到 看微博 我老壮了 我 我 我 只看微博 练得很好 我也 我也只看微博 我手机里就一个人 就是微博 球身欲好强 我就只有一个软件 就是微博 这么巧 咱们就别 这么巧 咱们都是 这个左老师 其实跟王老师的身材 也是相当的 顶呱呱 咱们就别 别在我这 那个过分的 这个吹捧 没有过分吹捧 我们都是 看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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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赞 心语 心语来 心语最喜欢什么 名场面 我 我喜欢 我好喜欢 其实我说实话 我好喜欢 宴会跟我撒娇的 所有的场次 因为他每次 因为一般在戏里 都是我跟别人撒娇 然后到了这个戏 他跟我撒娇 我就感觉 好有男有力 就感觉好爽 你知道吗 我就能体会到 男生的爽 真的 就在这种撒娇 姐妹 那种什么 问我借钱 问我干嘛 就每一场戏 我都拍的很舒服 哇塞 我就突然感觉到 下辈子 我一定得当个男的 阎妹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对于这个 那个心语的男有力 我是没有什么男有力了 但是 你跟我撒娇 我真的很开心 我真的很爽 我也喜欢和好姐妹撒娇呀 突然撒娇 我们三个好多鱼啊 我觉得 我们都建一个房间 你们三个好多鱼啊 有一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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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记得吗 那个 尹伦你也在 就有一场戏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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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说吃土 说什么 那个千说那个产业 什么都被那个 回回就是小野炸了嘛 对 然后那个 那场戏 那天我们都笑疯了 还记得吗 那不是戏里 这戏外 还记得吗 完了 你们完了 户外的那场 是吧 户外的那场 然后 我们进到那个房间里面 对不对 那我笑疯了 而且那场戏还有花絮 笑疯了 有吗 有花絮 我看到了 但是花絮 有放出来吗 有 我怎么不记得 我看过这个花絮呢 你在 你还笑了 你还笑了 我笑了吗 我天天都在笑 你说你怎么这么凶啊 对 对 完了忘了 我讲到好像 我没有参与到 这个事情一样 对 你就在旁边 哎呀 你还笑了 你你你还笑最大声 你 我一直在 到到到时候 私发我啊 我到时候去看一下 好的 没有问题 我就看过这个东西 然后所以就是 心语最喜欢 就是姐妹情深的 这个部分 嗯 但是还有一 前两天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大家坐在一起 吃团圆饭 我也挺喜欢 因为感觉很温馨 大家坐在一起 吃团圆饭 然后燕伯还说了一句 他说 愿我们年年有今日 四十九经招 然后就是他们两眼 有钱人忠诚眷属 然后我们也有了 三口之家 那一场戏 唯独少了你啊 我在 那场戏我在 你不在 你不在 没有我看了一个网友的截图 在微博上的截图 一个桌子 他不是空了一个口吗 就是你们绕一圈做了 空一个口 地上至少是黑的 他说引腰在这儿 白小生在这儿 你可真会见缝插针 我看了一个半戏的 离一场 就当你在吧 就当我在 你在 对 对 你在 至于弟弟呢 还有一场戏 大家是网友们特别喜欢的一场戏 就是你戴猪头套那场戏 我没看到 我不在 我当时不在现场 弟弟说一下那天 那天就是 反正戴着那个头套 我感觉就跟我们特效一样 我感觉 对 然后 你说 然后拍的时候 因为那个头套不好摘下来 所以 所以那个拍的时候 我的导演说 你要不把那个 从那个猪的这个 你给它掰开 然后 然后让那个天要 不然 天要他要打我们 他要喝 对对对 那场我把你掰开了 那场剧好笑 那场 是 演的是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但是很闷吧 闷 热死了 你那天吃饭怎么吃 你是这样扒开 然后这样吃饭吗 对啊 我喝水我也那么喝 他不能戴下来吗 他很麻烦戴 很麻烦 所以还不就戴着好了 要是我是你 我就把那个头套顺回来了 那个小面具顺回来了 我不敢顺道具 我不知道 以后我拍戏 我一定顺 我一定顺 一定要问 别别别别这样 你说到时候 这个送我吧 他说 OK 拿回来了 学到了 学到了 下宗就这么做 各种顺 然后呢 最后 那最后的时间 我想自己可以吧 我 我 我这段挺好笑的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段 是那个 丘比特之剑那一段 我觉得 因为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呢 会发现 那剑其实带过 很多人不太清楚 那一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其实呢 我在这边就是慢动作讲解一下 我是挑准了那个方位 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 正好穿越他俩的心 把那个护心灵给归位了 是发生了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在剧本上看 我们就非常清楚 这一件的意义在哪里 但是可能剪辑上面呢 过得有点快 然后还要再跟另外一场戏 是来回就是跳剪的嘛 所以我自己第一次看的时候 是有点一闪而过 但是我就自然在这里告诉大家 那个其实是在通过两个人的 这个拥抱的体位呢 去归位这个护心灵 那场我觉得是 也挺感人的 就是说终于在那个最后 又成为就是帮助的这个 他看中的这个玄妖CP的 这个一把好助手 一键双雕 对对对对对 就是又回归了他的本质 然后呢又接受了 他自己在这个两个人之间 要应该要担任什么样的一个 扶持的一个角色 这场其实是我 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中间当然也经历过很多事情 我们这个下一个环节有 但是最后呢 终于又回到了这个 小帮手的这个角色 其实这一段是我挺喜欢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网友喜欢谁 网友喜欢的桥端呢 非常好玩 这个呢 咸门CP 大家最近在嗑什么呢 福白CP 大家最近在嗑福白CP 福音跟白小生 一开始我看到这种视频剪辑 说实话我们不是特别懂 但是接下来我看一下去 我了解了 他主打的是一种囚禁感 是有一种那种严厉的家长 去约束他的孩子的那种威严感 然后呢 同时这个福音呢 又代表我们剧的美妆国主 这个粉档 又白 鼻影 又非常的深 我印象最深关于福音那种 其实 宴回进去扇他巴掌 说 哎呀 脸都给扇出来 他原本不是一团黑气吗 脸的脸都打出来了 那场戏 我觉得挺好笑的一点 对 但最近呢 网友最喜欢的就是 就是磕这个 鞋门CP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嗯 在接下来的20分钟呢 我们要有一个平反的一个桥段 有没有什么是在这个 聚播的过程中 大家对你的角色有误解 你想要替你的角色解释一下 小 我先吗 可以啊 你想先吗 我想想吧 我想想 好 那就让 你来 卡了 你来 我再跟你讲一次提纲 卡了 我知道就是观众有没有什么误解的 对吧 就是在这个剧播的过程中 你在看剧也好 或者你在刷这些评论的时候也好 嗯 有没有看到什么是就是观众对你的角色有一些误解你希望能帮你的角色平反一下 我觉得还好呀我觉得观众都挺 他们都那个说的挺挺对的 我觉得挺到位的是吧 对很到位 对因为我自己也看那个弹幕啊评论什么的我觉得他们说的挺对的其实千说就是那样的啊 他们就是就是你演出的样子其实也是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对对其实没有什么误解啊因为因为我觉得千说像它还是比较简单一点相对那个相比天要啊它会更简单一点所以啊就是就是观众看的蛮对的啊那有没有什么就是你在你在你在演绎凤千说是观众不知道的事情呢比如说你给他增加了一个什么小设定之类的 哦这个我还没有呃这个我真的没有啊因为我是呃导演跟我怎么讲然后我就怎么演就听导演的嘛啊然后对 但是我觉得导演就成功的把凤千说变成一个非常可爱讨喜的角色对重点是重点是你也做到了 听话嘛对就是能让大家那我现在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那算了玩一把现在不是在拍戏哥现在不是在拍戏没有这个KPI 哈哈哈OK野妹呢野妹有没有什么大家对宴回误会或是不解的地方你想要给他平反一下 其实宴回就是他是一个比较有话直说的人所以他基本上的话说出来他可能误解我觉得主要就是呃不知道天要其实在呃呃私下或者背地里为自己做了这么多是后来才明白的 除了除了跟天要以外还有就是师傅其实他也一直有一点误解师傅直到最后师傅要回陈兴山的时候他见师傅的最后一面也始终没有叫出那一声声 嗯那那对于这个师傅这几集的这种编打我看到最新的一期他还是说不原谅那要不要剧透一下他后面对于这个是真的放下了吗还是说这个实在是放不下呢 嗯这个剧透吗这个能剧透吗 他后来也还是明白了师傅到底是怎么想的也也其实也差不多释怀了就是其实师傅关于他的就是说要打打打鞭子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救他对 嗯所以还是会在接下来的几集里面经历一些些想法的变化 然后最终还是能理解就是内心的用意 对是 OK 欣语呢 我好像没有 观众好像对我没有什么误解的 因为贤哥他就是一个很勇的一个女生很有的个性 对吧 他有话直说想干嘛干嘛 呃 唯一的可能有点不同的是因为原著可能本来的设定我们俩是同龄人 嗯就是凤千硕是一个贤哥还是我这个样子但是凤千硕呢他是一个比较 顽固子弟 风流公子 虽然他只是喜欢我心悦于我一人但是其实他是个顽固子弟 对吧 然后后来但是因为我的年龄比作业老师大 所以我们演着演着呢就演出了姐弟恋的感觉 这个是就是超乎出乎比较出乎意料的一个一个点 对 我觉得对这个点很好 这个点应该是观众不知道的说就是真实的能设定这个事情 嗯 对因为原著是同龄人嘛 那在演的过程中很多即兴的反应其实都会有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反而凤千硕我觉得可爱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他又是一个弟弟的这个身份 对然后在剧里呈现的呢姐弟恋 然后呢这个贤哥他又是一个事业女强人嘛 嗯 所以在观感上就是说这个女人可以保护这个男人 嗯 就大家都能有 对就就能保护这个小男孩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你们的CP吸引大家的一个点 嗯 那么主持人呢 主持人 我要讲 但是我得先问阿龙想好了呢 阿龙想好了吗 阿龙一定有很多要说 阿龙一定有很多要说 阿龙卡了 嗯 也没有那么多 他卡了 我听到了 听到了吗 听到了 可以可以 可以 有了 等我有钱了我也绝对去龙骨装那个信号台啊 我待会就给那个中国联通打个电话 我给 我还装吧 凤千硕来装吧 听得到听得到 听得到听得到 有了有了 有了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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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就浅述一下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想解释的 但是 呃 我觉得 其实有一个桥段我特别喜欢 我也觉得因为有那个桥段 其实就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其实就是在 在幻境里面的桥段 就是在我的幻境 呃 在雪山里面的那个 那个桥段 其实我特别喜欢 就是 就是当那个 回的那个 呃 幻觉出现的时候 他刺了我那一件的时候 就是我拿着他的肌 自向我自己的时候 其实那块的时候 其实原剧本 其实没有写的台词 包括 包括可能有一些忏悔的泪 然后那个是我跟导演删了之后 我去表达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天要 在前没有太多能够 能够表达自己对于这份爱情的忏悔 和愧疚和愧疚 然后他也没有机会可以去对宴回 说出这些 呃 这一件我早该还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天要缺一个这样的机会 嗯 然后刚好我觉得那 那场幻境给天要的这个机会 他可以去 呃 把他对于呃 宴回的所有的愧疚 呃 忏悔的表达 呃 呃 内心的一个释放吧 可以毫无戒备的去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需要一些 可能呃 忏悔的表达和忏悔的泪 所以我就跟导演沟通了一下 所以所以那场是好的 所以说对面的宴回是幻境 或许宴回那边感受不到 我做的这个梦 但是对于天要来讲 是他的一个救赎 他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个交代 即便是宴回不知道 嗯 了解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你对天要这个角色非常的上昔一点 就是你会跟导演就反复去讨论说 要该怎么样去表达出天要真正内心的那种情绪 因为在角色的框架里可能天要不能什么事情都往外拔拔拔拔拔 所以就是要靠这些小屁股的东西去去表达 就是天要真正对一件事情的感受跟情绪 嗯 这个就很细节了 对对是 对笑有跟观众 哇他太卡了 他太卡了 他实在是太卡了 你们奉献说你们救救他 拜托了 回来了吗 我的话题呢 我趁他卡的时候 那我讲讲这个白小生吧 嗯 我觉得白小生 大家对他误解比较深的应该是在清秋那一段的时候 嗯 那个呢 也是整部戏就是争议最高的一个时候 嗯 啊 相信就是大家都有感受到这种 争议体质啊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对白小生最误解的就是说 啊 好像是要把它设定成一个去 考验男女主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的插足情感的一个小刹 但是呢 其实首先我得讲啊 就是宴回的人设是真的很好 就是在众多我看过电视剧的女主 她的人设真的是太好了 她就是对于 她对白小生也有一种救赎的感觉 因为她是唯一一个 你想白小生她从小对于这个亲情这种东西也是没有概念的 就是最亲的人去去献祭她了 把她困在那个迷宫里十年 一直数一直数 从来没有等到她的母亲 对吧 但是白小生在被她救赎之后 她看到的第一个人 哦 就是宴回宴回把她找到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有忘记就是白小生这个角色 她其实是像个小孩一样的 她的心智其实是没有不健全的 因为她这么小一点的时候就被福音给扣住了 嗯 一直在那边数十年啊 终于出去要去寻找这个清秋秘宝的时候 她在外面又走跳了十多年 一直去找她所谓的玄妖有情人 当然后面我们知道这个玄妖有情人这个事情是一场误会 啊 就毛笔金也搞错了 他害我也搞错了 我们就拼命的在找这个玄妖有情人 但是呢 这个其实对于我觉得对于白小生看待宴回 他不理解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爱情 他没有办法很清晰 他不是说哎 我知道我爱这个女人 所以我要去插足他们的情感 他不理解 他其实心智就是一个十岁的小孩 就他会觉得跟这个人是有安全感的 这个人救赎了我 我是可以依赖这个人 我想对这个人好 那当然在男女主的情感之间 出现了矛盾之后 他也希望作为一个保护救他的人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可能让观众误会了 这个是我唯一的就特别想帮这个白小生平反的地方 当你们再回过去看的时候 你们可以完全的把白小生当成一个小孩去看 哎或许那个视角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以上 这个是我比较 因为当然我出演白小生 不是说我们不怕骂名啊 是说我演这个角色 我对他一定是主观的 我不可能很客观的去看待这个角色 所以我希望能平反的地方 就平反 也是对他有特别深的感情吗 毕竟也是第四五个月这样 是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在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下一次直播的机会 但是我特别希望怎么每一个人啊 就在这个机会 最后的十分钟内 我们就好好跟观众道个谢 因为大家也是从这个一整个月这样走过来 陪着我们追了一整部剧 然后我们作为演员 其实我们在下了戏 当戏上映之后呢 其实我们也像观众一样 在跟着他们追寻 每一个角色的每一个成长 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就是一起 我们就轮流 哎还是派那个阿龙 派你吧 嗯 对趁哥你现在网布卡 你来吧哥 趁现在网布卡 叫你了 我来替观众点吧 就是观众不是说那个 有那个破万福利吗 破万福利 然后就一直说 跳舞那个事 我觉得就是近期啊 我们也很难合体去跳舞 因为就是我也 剧组拍摄也比较忙 然后我们可以在直播间 浅浅满足一下大家这个要求 浅浅的满足一个 一个跳舞的一个需求 然后呢 然后之后呢 跳舞有没有机会 再另说 但是可以在直播间 先给大家一个回馈吧 就是这个 你们看过这个 哇噢 这个 好可爱 哇他好乖 小奶龙 小奶龙 来你来一个 不是这个 大家一起来吧 就大家一起来吧 可以啊 谁记得住啊 对啊 这是 这是谁记得住 这是谁编子 那你们再看一看 我相信 我相信 左老师跟王 我相信大家都 都应该能记住吧 就在座各位 都是舞蹈非常擅长的呀 你错了 我是著名的肢体障碍者 真的假的 我是著名的肢体障碍者 这好魔性啊 好可爱 他有这样 我觉得今天这一整个直播里面少了什么 其实少了就是你俩撒糖 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不称职的地方 我现在给你两个机会 你们就按观众要求的跳个双人舞 可以吗 那我们就欢呼鼓掌吧 我们就帮你鼓掌好吗 太棒了 这是我非常不称职的地方 我给大家道歉 来吧 来吧 但是现在就是没有 确实没有这个条件 就我们先完成一个这个KPI吧 这属于我的KPI 完成 先帮我完成一下吧 完成什么 他已经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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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完成了 我一个人 6人 Come on 没事 不干了 没事不怕 祖老师陪我吧 来吧 一起吧 那就一起吧 Come on 一起吧 哥哥姐姐们来吧 哥哥姐姐们 来吧 一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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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OK OK 往这边来的 在这 快看 我都看 野妹现在完全状况 他完全在状况 我跟 好 准备 不是 他卡了 他有点卡 什么 来开始 你得 眼妹你得跟上台 哎呀 好 对呀 怎么救我们 救我们帅子在跳 其实我 我期待你们到时候 就能够线下合体 两个人拍一个短视频 发到微博上 好吧 等你们有机会 线下给大家 今天没有什么太多机会 给大家撒糖 对吧 那要不你们 申请告白环节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在大结局之前 申请告白 然后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下 户心 然后让大家在这个明天的时候 要跟着我们一起追 一会就会更新 然后在12号的时候 还会有会员的大结局 在大结局之前呢 给大家撒个糖 让大家继续追下去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其实追户心上是什么吧 大家其实是 我觉得大部分的也是 喜欢我们的剧情 然后每一个人都做的 其实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要给大家安利呢 大家能够 我觉得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这个天药的成长吧 然后希望他可以重新 从一个奶龙 然后找回一个属于自己 龙真正的责任和担当 包括对于爱情的一个守护 然后 也希望大家可以 关注我呼吸的每一个 包括每一个 每个人物的故事 不光是我跟燕慧 是所有的整个的故事的 业的价值观 包括三观 因为我觉得我们呼吸 现在的三观还是非常正的 非常正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 它是很多的剧情 好的 野妹 给你们的CP粉 加油打戏 说句话吧 这就是想对所有 心上人说 我现在打吗 你们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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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所有的心上人说 感谢 一路走来 有你们的陪伴 然后 OK 再说一次 听不到 再说一次 刚才突然卡了 再说一次 后半 后半 就后半 刚才又卡了 那我们就用 雁慧 刻在那个杯上的字 送灵 来赤诚 谢谢所有 欣赏 来呀 太有文化了 好了 那今天的直播 也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今天正好 那个 可能有很多 看护星的小朋友们 正好在高考 也在这边 送一句高考加油 给各位 看护星的朋友们 记得呢 在最后 我们今天 一会儿就更新了 然后在12号的时候 会更新 39到40集的大结局 希望大家 能够跟我们一起追剧 而且 谢谢大家 一直以来 对于 护星的支持 我们在这边 每一位主演 都是心怀日感恩的 也希望 看护星的时候呢 让你们 也从自己的生命里 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茁壮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吧 看得开心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拜拜 拜拜 拜拜